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说台湾省的面积还不到乌克兰的16分之一 原来之前网友们经常调侃的上午打 下午就发身份证还真不一定是个段子 把事先放在台湾身上布置我们的网友 就在俄军推进时 在推特上台湾词条的热度突然猛增并且不断攀升 一路超过普京北约等词条 仅落后于乌克兰位居第二名 一位外国网友发文戏约道 想知道现在谁特别紧张吗 台湾 他的推文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下面的评论可谓是五花八门 有的认为普京进攻乌克兰是为了给中国创造机会 有的认为中国现在肯定在密切关注台湾的动向 有的则坚持认为台湾有海峡根本不用怕 还有的说这位推主是个五毛 这种话就是在危言耸听 完全没有发现这位推主是个美国人 根本不懂他嘴里的五毛是个什么意思 当然尽管这些老外在这里嘲访台湾可能吓得尿裤子 又或者发一些表情包来戳弯弯的废管子 但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和目的与我们完全不同 对我们来说在台湾问题上 无论是调侃段子还是正经分析 每个人的话里话外都有一种教训自家叛逆儿子的心理 再不听话爸爸要打你 然而对于他们来说 能够从乌克兰立刻联想到台湾 还要多亏西方媒体连日来大肆宣扬 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观点 因此在他们心中 台湾问题和乌克兰爆发没什么两样 但实际上 乌克兰问题相关主权国家间的地缘政治 而台湾问题却是我们的内政 二者有本质区别 不能混为一谈 西方试图把台湾问题国际化 大搞中国威胁论 好把插手我们内政的行为 美化成伸出援手 真是达得一手好算盘 见此风向 民进党也照葫芦画瓢 配合西方媒体 多次碰瓷曾热点 在岛内大力宣传乌克兰问题 并把大陆描绘成虎视眈眈的刽子手 制度以此来树立自己读的正确性 而岛内民众对于这种洗脑信以为真 把自己当作乌克兰 于是纷纷打起了支持乌克兰的大旗 好寻求西方所谓的庇护 只不过这种宣传多了 再加上俄军来势汹汹 也让岛上的民众充满了对战争的恐惧 就在台湾话题登上热搜时 有台湾网民在他们的论坛里问 为啥台湾上热搜了 好险两个字 各是说出了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有网友发了一张截图 上面是一个台湾网民 劝大家学习义勇军进行曲 以北不时之虚 还有网友发了台湾论坛言论紧记 比如他们发帖问 王国感很重正常吗 对面好像挺讲道理的等等 搞笑之余 又让人觉得这论坛是不是在上演谍重点 为此 我们特意去亲自探究了一番 想看看对岸网民究竟在想什么 并将他们一一分类 好让大家有更加直观的感受 一 声明大义行 所谓声明大义 是指那些明确并认同一个中国原则 不搞分裂的同胞 但在这里加了引号 是因为分辨不出来 这些人里究竟有多少只是迫于武力威胁 才不得不调转了风向 微博上那些博主大多分享的也是这一类型的发言 虽然真假难辨 但真的好笑 比如上面提到的 突然觉得对岸也蛮讲道理的 正常吗 这位网民说 乌克兰好歹也是主权国家 结果俄罗斯啥也不管就打下去了 反观台湾 其实没什么国际地位 但大陆只是拍战机去绕绕 好像还挺讲道理的 下面评论有人附和 确实 有人说区域状况不同 所以不能比较 有人说国际社会看的是利益 还有人觉得真疯起来 台湾就死定了 不过最搞笑的还是这个 已经订好旗子了的网民 说开打马上举起来 就是不知道他订的究竟是五星红旗 还是白旗一块 有网民居安思危 已经开始考虑生存技能 问大家现在开始耳化音来得及吗 还当场表演了一段 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承认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的告诉他来得及儿 有的说其实中国大部分地区也没有一天到晚 不过最懂行的当属这几位 既知道老铁又知道弯弯 甚至连轻都学会了 有网民提问大家 万一开战各位会怎么做 并且给了大家三个选项 是打还是跑还是投降 有人说躲山洞 有人说祈祷 有人说先帮电车充电 有人说先上班 反正说来说去 大多数人都认为 当然是选存活率高的选项 有些人毫不犹豫选择了投降 还说我是龙的传人 台独仔去死了 有的人说 我会朝义勇军进行曲 有的骂起了蔡赛子和民进党 说他们乱搞 要台湾人擦屁股吗 知道这个充满了台湾腔的中国人 也出现 堪称全场最佳 还有网友问 中国是不是最爱好和平的大国 让人不禁欣慰感叹一句 这傻孩子终于睁眼看世界了 这位台湾网友 可谓是博古通经 先列举了历史上 北美 南美 澳大利亚 都是白人抢来的 而古代中国 只要臣服就行了 不会灭绝当地种族 进入现代社会后更加明显 美国点起战火 俄罗斯侵略别人 但中国从来没有 所以他认为 中国肯定是最爱好和平的大国 毕竟小国怕被打 肯定爱好和平 别说 这还是头一回 在台湾网友里见到如此 小失明理的发言 而下面的评论区 虽然偶有不和谐的声音 但也没有全军覆没 有人附和道 是的 有人说 中华民族没有侵略的基因 当然也有人提出了质疑 听说对面一直叫嚣 和平台湾 不过最出乎意料的 当属评论区后来开始讨论 后汉书是不是正式 三国演义里讲的东西 到底能不能相信 来探讨古代中国 到底爱不爱和平 虽然探讨历史还挺难得的 但你们是不是有点偏离主题了 2.揣着明白装糊涂型 揣着明白装糊涂 纯粹的字面意思 这部分网民明知 台湾同大陆相比 其实没什么优势 如果一旦真的开战 他们自己绝对没好果子吃 于是他们采取了迂回战术 只讨论一些和打仗相关的问题 但对中国和大陆绝口不提 以此来获取心灵上的慰藉 简直是掩耳盗铃的高手 比如这个网民 关心开战当天能不能请假 因为天气热了 实在不适合运动 有人一本正经告诉他 只要有意识证明就可以 也有人问他 是不是不知道部队里面有军医 还有人觉得民主自由的台湾 人民当然可以自由选择参战 也有人嘲讽他 只要死了就没有病痛 不需要请假 或者直接去天国放假就好了 关于女生要不要去当兵的问题 他们也讨论了一番 这个网民认为 在健身房看到很多女生 他们觉得哑铃可比枪重多了 要说他们没体力 可是有很多人在网上 晒自己跑马拉松的照片 所以他们不去当兵是不是因为懒 评论区可谓是混战一片 有人抓住健身的点 认为健身是投资自己 身体健康就好 有人列举出 男的也有不当兵的 为什么歧视女性 也有得让这些男的 不要婆婆妈妈斤斤计较 像个男人一样 还有一些认为这是立法问题 不要退脱吵架了 别说 这场面还挺熟悉 有些网民在面对战争时 比较在乎自己的个人财产 比如真的开打了 房价是会跌还是会涨 现在买房子会不会砸手里 尤其是贷款的情况下 会不会很亏 结果大多数人认为 战争是让房价下跌的唯一方式 开始盼着打仗 有网民关系 打仗的时候还需不需要上班 结果评论区的敬业精神 令人惊叹 大家一直认为 当然要上班 导弹专门打不上班的人 如果上战场请假的话 肯定要扣钱 还可能拿不到全金奖 还有的询问黄金存折有没有用 对大家一致建议还是实体黄金好 也有比较实际的网民 不去假设开战时的情况 而是问大家都有什么军事专长 可能打仗时候会用得到 大家回答十分积极踊跃 有的说自己会扫地 有的说自己会除草 有的说自己会猪奶茶 有的说自己会玩手机 也有的说自己洗澡很快 还有的说自己刷马桶不错 等等 你们说的这些技能和军事有什么关系啊 也有一些人 回答的东西虽然和军队沾了一点边 但也仅限一点点 他们有的说自己被子叠得很好 能叠成豆腐块 有的说自己会挖红薯 能野炊 也有的说自己能伪造会议记录 还会做假账 最离谱的当数 说自己会帮忙照顾别人的妻子和孩子 一旦说到真的上战场 能打的没几个 大多是说自己会做逃兵 草莓兵名不虚传 3.死鸭子嘴硬性 煮熟了的鸭子嘴还硬 是对那些虽然看清形势 却不肯承认的网民的最佳形容 他们其实心里很清楚 美国所谓的发声和援助 只是唯恐天下不乱 对美国来说 耍耍嘴皮刺就能坑上一大笔钱 何乐而不为 可即使这样 他们也不愿意睁开自己的眼睛 好好考虑一下 谁才是自己真正的爸爸 就在2月24号下午 美国在台协会 在其脸书发布了拜登的声明 号召全世界的人 一起为乌克兰祈祷 等等 不是说好了做彼此的天使 不是答应给乌克兰 做坚实的后盾吗 怎么用祈祷就打发了 台湾网民见状 纷纷在下面留言 表达自己的不满 有的说 这就是美国在和演员出身的 乌克兰总统标系呢 有的说华盛顿只会祈祷 真有事了 还得靠自己 有的让美国别光祈祷了 做出点行动 更有人情真意切 写下长评 这问美国为什么自询世界警察 却能在这种情况下作弊上官 令人十分失望 有网民发现 纽约巴黎等地方的地标性建筑 将外观的灯点亮成了乌克兰配色 评论区的网民直接笑成一片 说点灯和键盘有什么区别 说来说去 点灯的意思就是表示关心 但不介入 还有人觉得 这简直就是在提前缅怀乌克兰 没准 这就是最后一次看到乌克兰的国旗了 毕竟这一章还是台湾发明的 台湾又一次走进了世纪的前面 虽然嘴上这么说 不过温温还是配合着点起了灯 还有一群人把灯拍下来 发在了网上 表示自己的关心 有网民问 怎么反驳 美国老爸不可靠 不然靠谁的言论 虽然觉得美国靠不住 但好像没别的办法 评论区只有两个答案 要么支持统一 要么靠自己 但也有网民另辟吸睛 觉得欧美国家太软弱了 不如加入说干就干的俄罗斯联邦 评论区认真思索了一番 居然觉得很有道理 只有两个弱弱的声音 一个说俄罗斯不想我们加入 另一个说 可是俄罗斯说我们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是 你们为啥宁愿乱认父亲 也不认亲爹呀 不过当美国派代表 窜访台湾的消息传出 这帮网民的态度又变得微妙了许多 绝大多数都开开心心欢迎这帮人 认为这是美国对台湾的重视 双方要加强合作 只有一少部分人在担忧 抱怨这时候来 不会又是想推销什么武器装备吧 对乌克兰吹的牛 难道要让台湾买单吗 还有的觉得 这是想趁烂收取保护费 然后处理一些又归又旧的武器垃圾 不过虽然嘴上抱怨 但他们还是很关心代表团的动向 尤其是台湾大停电 一些网民除了关心电力问题外 还替美国代表操起心来 想他们在干什么 甚至有人怕蓬佩奥回去告状 说大停电就是落后 也是台湾不重视美国代表团 别说还挺能给自己加戏的 四 井底猪蛙行 井底猪蛙是对台湾不少人 最恰当不过的称呼 多年来的米之自弃 使他们眼高于顶 让人不禁怀疑 他们是真傻 还是在装傻 在近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的观点 引发了岛民恐慌后 民进党立刻改变口径 宣称 今日乌克兰不会是明日台湾 然后给出了原因 说来说去 意思就是 台湾哪都比乌克兰重要 所以不会有事 同时 他们还宣传自己的军事实力雄厚 就算真打起来 也不用怕 比如有名嘴说 只要发现附近有异常的集结 就可以用飞机 载着飞弹过去 甚至不需要飞机 还有的说 中间毕竟是个海 现在还很冷 浪有高 不是人能度过的 金门和马祖 做前哨 就形成了一个战略纵深 可以作为缓冲 重新定义了 很冷和战略纵深 金门和马祖 听了都想麻接 还有的专家一本正经 向大家解释 为什么美国不出兵乌克兰 在他心中 美国之所以这么做 只是为了保存兵力 只要一旦发生情况 将来就可以迅速派兵 支援台湾 一旦陷入乌克兰 万一要打世界大战 就来不及管台湾了 毕竟台湾才是重点 乌克兰不重要 这种幼儿园发言 谁听了谁尴尬 但实际上 多数台湾人 确实是这么想的 他们是真的认为 武统的话 会回了台积电 到时候大陆的公司 就没有新品用了 并且美国的科技 也无法正常运作 这样美国 还会动用军事力量 他们还认为 全球的经济链中 台湾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甚至还有人觉得 俄乌谈判 在台湾更合适 因为台湾很中立 在关于战争和战略上 他们一直认为 大陆没有任何实力 核武器是骗人的 导弹的射程 也到不了台湾 武统是痴人说梦 看到俄罗斯被制裁 他们还喊着 今日俄罗斯 明日中国 以此推论 武统的代价 叫嚣着根本不敢打 这些台湾网民 都还处于和我们敌对的状态 遇到什么事 都往我们头上推 就连停电这件事 也有人说 是我们想要嘲笑他们 才炮制出来的假新闻 自己家根本没停电 亲身调查 发现那确实就是敌营 哪有那么多 凡人醒悟和神明大义 绝大多数台湾网民 已久和从前一样 膨胀的喊着反攻 不着南墙绝不回头 那些瑟瑟发抖的乐子适用 但是太少了 保不起 哪个就是我们进取反串的同志 里面的各类发言 让人看了是又伤眼又动气 这阴间论坛 不光也罢 为什么呢 现在这里是一只